关于简体制和繁体制 我们已经讲了发 龙和奉 还讲了讲和 赠送 关联 运动会 在上一讲里面呢 我们还讲了意志的繁体和简体 讲了这么多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上一讲的最后 我们谈到了对汉字教学改革的初步设想 而要实现这些设想 仅仅有教材和教法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汉字尚未最终实现规范和统一 海峡两岸 虽然同是中国人 同为中华阎黄子孙 但是使用的汉字呢 却稍有差别 大陆地区使用的是简体的中文字 而在港澳台地区所使用的呢 这是繁体的中文字 这个呢 它不仅仅是语言问题 更是文化问题 当历史早已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在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之前呢 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是不是可以稍稍地坐在前面地呢 事实上啊 这个汉字的繁简之争 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海峡两岸 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质疑了 实现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这有可能吗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汉字的发展的历史 从全书中的《仓吉造字》以来 从目前以至最早 也最成熟的甲骨文字以来 汉字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甲骨文 从经文到检读文 又从传题 历书 草书 行书 发展到了楷书 三千多年来 从草创到成熟 从规范到改革 又从改革到规范 汉字呢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一直走到今天 在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真诚中 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全世界都兴起了汉语学习 中华民族要复兴 汉字 汉语的规范和统一 不可或缺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 染色力的体现 那么海峡两岸 如何消除 汉字的繁体和简体之间的争议 实现汉字的规范和统一呢 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 当然也应该有海峡两岸 乃至全球华人共享盛举 首先呢 从历史出发 以学术研讨为支撑 在书文解释里面 有许多字 它是繁体 简体 同在的 譬如说 这个汽字 银子 银子 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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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字 它的绝体字形是简体 但是呢 到了楷书里面 它反而成了繁体 譬如说 这个帽子 倒税的税字等等 只要我们客观的来面对历史 面对事实 整理出汉字规范和统一的思绪 一旦走出了第一步美好的愿望 就必定能够实现 正如佛教的华言经里面所说的 心如公化师 能化诸世间 大家认为 是不是这样呢 很多人啊 都把汉字简化的原因 归咎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实行汉字简化方案的结果 其实呀 汉字的简化 它并不是新中国的发明专利 从历史上看呢 汉字在产生之初 有些汉字的字形啊 并不像现在这么复杂 我们呢 可以从甲骨文的字形中啊 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譬如说 否则的甲骨文字形 它就像一个成九江的瓦器 而汉字的甲骨文字形呢 它有点像古代军队出兵进攻时的一种阵型 而明字的甲骨文字形呢 它表示月光闷笼 对方呢 看不清自己 所以呢 就爆出自己的明字 这个明字的甲骨文字形呢 就有点像那个碗啊 盆啊 这类的器具 而汽字的甲骨文字形呢 非常简单 只有三横 就像这个空气啊 在飘荡 而云字的这个甲骨文字形呢 它就像风吹云转 还有这个单字的甲骨文字形啊 它就像一个波浪鼓 或者弹弓一样的器具 而果子的甲骨文字形呢 它就像一棵树上挂满了果子 它们的字形 结构 意义呢 都非常的简单 明了 另外啊 有些汉字的字形 它的变化 还反映了社会的发展 和人类的进步 比如说 窑洞的这个窑子 从最初的字形 它下面呢 是阳高的 高子 后来呢 又演化为中间是肉子的这个字形 最后呢 才演变为下面是否子的这个字形 窑子的这三种字体的演化过程 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古代 烧字的这个淘气啊 最常见的一种 它就是腐 在烧字过程呢 它非常的讲究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随意 必须要呢 先祭祀 摇神 我们看这个摇字的字形 上面呢 它是个血字 下面 它是个阳高的 高字 这就表示啊 要以这个阳高为祭品 来祭祀 古代的祭祀呢 以牛为祭品的 就称为太老 那么 以羊为祭品的 称为什么呢 它称为少老 或者呢 是以羊和死为祭品的呢 称为少老 这个牛羊死 三生其辈的太老啊 它是供天子所使用 而以羊和死 作为祭品的少老呢 它是供诸和所使用 而以死 也就是猪作为祭品的呢 它称为家祭 我们平民百姓啊 只能家祭 由此可见啊 这个带有高字的姚字啊 它所表达的 以羊 祭姚 说明啊 这是非同寻常的祭祀 而带有肉字的这个姚字 它所表达的呢 它就是以肉来祭姚 相对而言啊 就没有用少老祭祀 那么 庄严神圣了 而带有 否知的这个 姚字呢 它所表达的意义 既不用羊 也不用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也不用 既是姚神了 如何梳理出 汉子规范统一的思路啊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来争辩 其实啊 古代的百家争鸣 它不是相互的攻击 更不是人生攻击 而是让这个道理啊 在争辩中 愈争愈明 愈变愈明 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核心软件 也是这个时代 富裕全球 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 仅仅靠一个小团队 一小部分人的力量 那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 包括海峡两岸的专家 学者 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讨论 提出其实可行的 各方都能集设的改革方案 在下一章里面 我们将提出汉字 规范统一的初步建议和方案 当然 这只是抛砖引誉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和讨论 共同来完善汉字的规范统一 这个方案 我们忠心的希望 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完成 不再成为一个历史的文化遗憾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